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今天恆生指數又一次破頂上升 正如今天在我的文章上寫了 外圍回穩,港股今天很大機會向上突破 我本來預期在下周中之前 最快就是今天向上突破 結果今天果然向上突破 結果恆生指數今天收報23,601點 剛剛高於23,600 剛剛多一點 全日上升262點 不過今天成交不算很活躍 只有795億 這要記住,等待有時間再講這點 我們看看今天港股可以向上突破 眾所周知,昨晚美股做好 標好500指數 衝上海嘯以來的高位 不僅是日本這個因素最重要 大家知道它傾定數 通脹的目標是2% 日元跌破90 即美元對日元升破90 利好資金外流 因此刺激到港股上升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內地 內地公佈了GDP 第四季是7.9% 較於期為高 眾多因素刺激之下 港股順利向上突破 不過前日不是一帆封信 升了上去之後 中間都回了下來一點點 接著美股再升上去 接近前日最高位收市 走勢 都算好的 但什麼股領漲呢 就是早前 其實是透透氣的內房股 現在領漲 今天成交比較大的股份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建行 建行衝上去 走勢相當不錯 如果建行是成交最大的股 破頂上 可以想像一眾中資金融股 有機會又成為另一浪的新的火車頭 有機會帶大市上升 大市現在這樣衝上去之後 下一個目標在哪裡 其實目前由於今天的成交 其實不是很大 連800億都不到 所以我仍然維持著 本輪升浪頂 暫時都是23000至24000之間 即是說我不是想著即時就升很多 因為它始終都是超賣 過去12個交易日 因為超賣之後 其實過去12個交易日 每天上落很小的 很窄波幅的 很輕微 然後今天其實說突破 但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重大 我估計都是慢慢捱著 慢慢上升的 不是一下子 就是調升的目標很多 投資者如果這個時候想 看到突破又想進去 除了剛才說的內銀股之外 還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說港交所 這類型的 好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